字幕提供 大家好,我是智占香港人的 Limo 今天是邀請做優惠嘉賓 Agaru-san 大家好,我是Agaru-desu 我是一個懂得說日文的香港人 Agaru-desu 主要是去九州旅行 介紹九州好玩的地方 和好吃的餐廳 同時也分享一些在香港 生活的體驗 那為什麼我跟Agaru-san一起拍片呢? 因為我猜一下,香港人的大家 應該有想過很多字 什麼時候才可以日本去旅遊 或是 吃瓜子日本 所以我們聊一下 有日本人的角度來 還有香港人的角度來 看看究竟很適合 移民或者旅遊的地方 在哪裡? 其實我有很多問題想問大家 我們開始囉! 對 今次我們聊一下這些題目 你們自己可以 skip到 又欣賞的題目 首先第一個問題想問的 就是因為最近很多香港人 就想算移民 尤其是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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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香港人要去日本移民的話 你覺得最適合香港人的城市 在哪裡呢? 又或者是為什麼呢? 其實我很想推薦 三個城市 三個城市 對 第一個就是 京都 京都 京都人應該已經習慣了 接觸到外國人 因為京都可以對於日本的女友 看到人對外國人的態度 都應該相當好 所以我可能推薦 見到這個城市 第一個城市就是 神戶 神戶 我也很喜歡神戶 他那個神戶 很喜歡 因為感覺很舒服 很放鬆 而且比大阪來說 大阪很多人 神戶就比較少人 我本身就比較喜歡 小人 完全同意 為什麼我推薦 Kobe 因為 其實環境 好像香港人一樣 因為 Kobe 周圍有海邊 有山 有山 有海 香港也是 每個巴士 都可以 每個小時 都可以 得到 大智英 行神經 那些地方 外面也是 外面也有 有著名的山 六個城 他們都夠不眠 知道 下次要去看看 馬上去 我在結婚上 在神戶型 她說 很漂亮 真的很漂亮 最後 第一次是 福光 一筆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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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霍先生為什麼會覺得福光適合呢 福光適合香港 差不多跟Kobe一樣 有山有海 然後 特色的部分就是 每個人 物價 很便宜 買東西 綠色的東西 又便宜又好吃 然後 租都很便宜 好像說 香港五、六千元就租到 大建屋 大建屋 對 然後 有學問時 差不多十五分鐘 可以到達 機場 這裡也是很喜歡福光的原因 去福光旅行 一落機 十五分鐘 就可以去到 Hakata 立即可以吃東西 超方便 超方便 對 然後回到香港又方便 三個小時就回到香港 原來三個地方 第一個是 京都 然後是神戶 和福光 對 謝謝 你去日本 那時候 你有沒有遇到 開心的 記憶 以及 不開心的記憶 先說開心的經驗 首先 我去福光 去看演唱會 當時 認識了 一些演唱會的朋友 然後 他們很熱情地知道 你是故意從海外 飛到日本 去看演唱會支持 大家聊天 然後 晚上 帶我去隱藏的地方 人文叫做 Anaba 去到 又介紹 大家都很熱情 優秀 還有很好吃 全部是網上 或者是 旅遊書 都很少講到的地方 覺得很開心 哦 你總有 練到 演唱會 認識過 那些日本人 有聯絡 有聯絡 大家都加了LINE 戰寶寺 這個關係 是的 剛才你問到 不開心的地方 其實在新宿的時候 我很喜歡拍一些旅遊片 拍片 突然有一位日本人 走過來 他 然後 然後 他就 塞 就走了 有點嚇壞 之後再問日本朋友 可能日本人 不太喜歡 被人拍到 那個樣子 我都覺得 原來如此 我都不太好意思 但那個人都很小 十幾十歲 很小時候 有點害怕 而且有點不開心 但是 一會兒都覺得自己 應該要注意 現在去日本旅行 拍片 之前 例如餐廳 都是問問人 可不可以拍照 或者可不可以拍一間店 才行 你已經 做了一些 日本社會的路 如果你們第一次 去日本旅遊的話 我可能推薦 關西 對 我也覺得 對 關西人熱情很多 比較像香港人 對 聽聞 在日本工作 感到很大的壓力 你又在日本工作過 又在香港工作 兩方面分別是怎樣呢 說一些來自我 你是嘗試 因為我是 不敢 不敢 不好意思 有些事 有些事 有時間可以嗎 對 因為我嘗試會說 你應該要看電腦 我一個工作館 應該要看 空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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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常不理 看人面色 因為 其實日本的工作人員 很喜歡看面色 這些工作人員 應該對香港人來說 很習慣 很難接受到 但那個上司 是不是真的在做事 不是 不是 這是很誇張的例子 他在看 Yahony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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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叫我 我三個字很吵 那香港呢 香港的話 我覺得 舒服很多 因為 每個上司 很主動 一些 對你現在 有沒有問題 我覺得 香港的工作環境 更加 平靜一點 舒服很多 嗯 香港也有些 不好的公司 或者老闆 非常好 對 我覺得很好 如果香港人 真的要去到日本工作 或者去創業的話 建立一個新的公司 會不會經常做什麼類型的工作呢 我覺得 香港會適合 MaoE 因為我覺得 香港人的語言天分 真的很好 香港這個 好像 像是 Agaru-san一樣 懂得很流利的英文的話 會 容易找到一些工作 嗯 對 在日本工作的話 要先學習英文 可是我發現了 香港比較先將 某一方面工作 哦 哦 就是轉換 頭 對 日本人的語言能力 都不算是很好的 應該有些人懂得英文 除了日文和英文之外 應該很多人都不懂得說的 所以香港應該可以幫忙他們 麻煩你 或者跟他們一起合作 但是我覺得 反過來 這樣說吧 我覺得日本人做事很細心 香港人的性格 可能覺得 要不要去到這麼小 我覺得兩邊都有好處 兩邊都有好處 好啦 最後 我有一個問題 關於日本妹的 如果香港人去認識 日本女生的話 還有一部女朋友 或者是結婚的話 你覺得日本女生 會不會願意接受香港人 我覺得香港男生是 男女 日本女生應該會喜歡 這個 對 對 我們日本男人 也應該要跟你們 男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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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是 問題人 對日本女生的影響 就是 多數的日本女生 比較保守 雖然日本女生 比較保守 但是 日本女生 真的很喜歡去其他國家 如果你們好想找到 日本女生的話 要認識到他們 不是我 記住 不是我 不關我事 不關我事 你們 我都好想認識日本女生 我只認識到 兩三個日本女生 在香港還是日本 在香港 在日本已經有 日本女生朋友 反正在香港 真的很難找到 所以 是否認識一些 在日本國的日本女生 會很厲害 她們應該不是很專業的 日本女生 日本男生呢 日本男生接受外國女生 是否跟日本女生很相似 應該很相似 應該很相似 應該多數日本男生都很喜歡日本女生 價值觀的問題 但是 包括我 對 對 我也是 我也是 其中一個 所以 如果有遠方的話 香港人 也很接受外國人 其實香港人 大部分人 都喜歡日本 我覺得 寧姆先生 絕對是沒有問題的 絕對有問題 絕對有問題 這次聊到這裡 如果你們很喜歡看這段影片 請按讚和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